我们来聊一聊 在南方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养殖藤本月季 首先我们来搞清楚 藤本月季它的一个开花习性 藤本月季它的开花习性是在 温度比较低的环境 特别是那种在冬季能彻底休眠的那种地区 在我们南方因为温度比较炎热比较高 特别是江西 阳广 这些以南的这些地区比较炎热 它在冬季是无法彻底的休眠的 所以说它在春季它的开花量跟北方相比的话 差得非常非常的远 而且它的效果也不好看 因为还有一个原因 南方雨水比较多 特别是在春季的时候 也是藤本月季大量开花的时候 本来你的花量就不多 天气又比较热 又有雨水去干了 突然之间降雨的话 这个花会在一瞬间就被毁掉 或者说对这个太阳 很多藤本月季它的习性 怕热一晒就交边 在南方有时候太阳也是很大很热的 藤本月季它是经不住煎熬的 雨晒就交掉了 很多雨晒就翻掉 所以说在南方我非常的不建议大家去养着藤本月季 我自己也是养了十多款这个品种 现在我已经把它全部剪成了灌木 当灌木来养 因为我之前是有这个养灌木的这个经验 在盆栽里面 找到那个效果呢 是可以跟这些芹花的小灌木 或者是中等的灌木的花量去比的 来看看这些灌木 这些灌木呢 它一年世纪它的开花量都是相当的大 我可以做到一年世纪 每一个季节 每一个月都可以开到达到春季那样的花量 或者说不会属于春季的那种花量 这个是可以在技术方面去解决的 这个不是受环境方面的因素的 而同本月季呢 它是受制于这个环境方面的因素 不过你修剪的技术再好 再出色 再顶尖 你的管理能力再好 你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事实 它就是这样子的 在南方不适应 不适合我们南方这个地区 特别是你非要把它拿跟这些灌木去比 它的开花量不可以相提弊论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还没有露坑 在南方的一些花友 还没有露坑的一些花友呢 还是不要去养殖这个藤本月季了 它是真的不适合我们这些